finan martin bootsky 有關林羅隆 我後來的看你這篇文章 我覺得還是比較清晰一些 把你的立場 重新談了一下 有點啰嗦 因為你還是 在與行問題上 還是想 就是不是还是想都 这不是讨好 你倒不存在讨好人 你还是想扮演一个 比较公允的一个态度 他每个人都在处理这种事件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问题 实际上 但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 就是说 你很明确 你说我是站在鸡蛋一面的 就是说这个 我是站在弱势一面的 我并 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就是说 你不需要去 你不是法官 你到底去呢 是一个公民的这么一个调查者 你说你不是 你怎么说的 你当时说你自己的身份 待会儿 志愿者 对 你说志愿者 你也不是什么调查团 什么这大的 那么你能不能够把 你这个观点再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我 之前做了几个案子 我都是以 这种提供帮助的 就是站在鸡蛋这边 然后跟公权力 是挑刺 是找他们麻烦的 就是说 你这过程 能不能进来去检验 我一般 不喜欢对案子 做一个 一个定性 或者说 我只是说 通过我不断的质疑 通过不断的质疑后 然后 他去 去 接近 去接近 就是去慢慢还原一些事情 有真相 可能我们有时候 真的是难不倒 为什么 他选择信给我们 我们要的东西 他不给我们 而且他们都是 极力地去掩盖 所以说 我们就不断地质疑 慢慢质疑 让他 没有话 自圆起说 然后 就把他丑陋 里面接出来 这是我初衷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给他提供帮助 还有落着 发声管道 他们没有发声管道 媒体都自我阉割 他没有发声管道 那你这种态度显然和 你认为和其他那几个 所谓的公民调查团 或者是什么团 他们有不同的名称了 他们有什么差异 我是有带目的兴趣的 就是主要提供帮助 然后再顺便 质疑 不是说我要下什么结论 这个可能跟他们不一样 然后他像许志勇 他们那个 他主要是说 去调查的案子 这个真相 我是主要是说 以帮助的当事人 这个事为主 然后顺便再 再看他有什么问题 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 您认为一个像许志勇 这样的团 在48个小时 甚至他好像去了 才24个小时 总给予下结论 作为对一个 我觉得相当复杂的一个案件 而且在没有 在大量证据 他不可能接触的情况下 下出这样的结论 你认为这个结论是有效的吗 我觉得他这种 就是说 方式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因为说 你很重要的东西 你做一个法律的事 是很严谨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 尸检你都没见到 然后很多疑点 都没法解释的情况下 你轻易就在前面的 因为我觉得说 车祸 那个什么 还是说这个是 交通事故 还是什么 那个我 之前很多事情 没忽略了很多 就大的环境 大的背景 比如说 他被坐牢三次 然后他直接堵入 还有这个尸体 谁叫他出去 还有这个 这个出去叫他干什么 很奇怪 他那几天很警惕 他为什么要出去 这个是一般 你如果有生活 常识判断 这个是不合逻辑的 你刚刚说的一些 关键证据 没有取得 你指哪些证据 你比如说 他前因会 他之前 是有参与赌路 这个是一个 这个东西 你不要忽略 这个他是有前因的 就是说他赌路 赌路 他这个面对强势的一方 他绝对是 要抓你的 就是说 赌路怎么赌 为什么赌 在村民 在村民 组织村民去赌 电线杆 然后就赌 然后就干扰 然后这个把人家 这个等于说 打了人家财路 而且他之前 已经被抓了三次 关了三次 那这个 而且他很警惕 都不出去 那那个这个 王力全 这个是很重要 一个证人 怎么 这个事情 怎么能忽略掉呢 王力全 这个为什么 现在不知道 他去哪里 这个人是 而且又是上缓 跟他是 跟贵贵 之前是 像死党一样的人 他如果有事情 到他家里去做 干嘛还约到 一个路边 什么地方去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它是什么地方 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的细节 这个很重要的细节 我们一直探讨说 这个车怎么来 怎么去 那个都是 我觉得都是 都是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 你前面 他们什么东西 引起了后面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狐狸 还有尸体 尸体 尸体警方杀谎 这很重要一点 警方 说 新闻 发布会说 家属不接受 尸检 那据我们调查 家属不是不愿意 接受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这个尸表 鉴定 是因为 是因为 家属不接受 交通 造势 这种认定 他不签这个字 不是说 不同意 尸检 这个很重要一点 还有什么 你觉得是 重要的 包括我觉得 那个司机的情况 也没有问题 就是说 你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在网络上 一个虚拟团队 在探讨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他们 两个证人的证词 已经变了两次 之前和之后 或者他回去讲的 跟他对中央台讲的 对警方都不一样 然后 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 司机 你把他几个人的 就是说 供述 讲述的东西 或者把他讲述的东西 你聋在一起发现 他们很多是矛盾的 比如说 这个人员出现的问题 车速的问题 还有这个 他说 看前面有人 踩紧机刹车 左右打方向 你看那个视频 就是我们评 视频 不要说我们 因为现场看照片 我们没有 没有资料 从简单来看 他是没有 因为你打 他就四五米方向 那个视频 那个看过去 已经都呈现清楚 你左打方向 右打方向 他有个痕迹 而且他有个痕迹 你看他那个刹车 不是 就是说 他速度应该是很慢 所以很多 很多细节东西 他都忽略了 速度很慢 是多慢 多慢 我估计 就是说 这个是我个人 因为这个东西 大家谁都不知道 我估计他看在前面 应该是有问题的 然后他 可能就是说 以那种速度 就是很 就是比走路快一点 这种速度 然后呢 没想到 突然 发生情况 到了 然后他才 刹车 可能来不及了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很难让人相信 因为我们昨天 也做了个实验 二十米的车 走势必 走路稍微快一点 那么 实际上 在 发生 碰撞的可能 是非常小的 但是这个 我们还在做一点 模拟的这方面的实验 但像刚才 咱们谈到的这种讨论 比如说因为 在这种 网络上 还有就 由于这种 证据来自 不同方面的 指令破碎 我觉得是不是 可能在网络上 做一个 做一个 类似于虚拟的 这么一个讨论 会使大家把 每一件事情的 不同说法 都能够 汇集在一起 那么就很容易 产生一些 比较清晰的 一种谈法 就是有些 可能是明显的 是有偏差的 有些更有 实时依据 它有图片 或者有 有什么根据 可能可以做 这么一个 网络的一个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比较好 应该要这样 比如说 按警官讲 几十码的速度 我们做一个实验 或者按什么 什么速度 做个实验 然后什么距离 做个实验 这个我觉得成本 也不会高 没有成本 对 因为大家只是 把已有的资料 然后也一些 比较专业的 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 可能还有 就是 如果是转三了 按警官现在讲 是转三 转到后 连过去了 那转到后 身上有转的痕迹 比如说 像那种 比如说 转骨头 转断掉 还是身上转外伤 还是都被打伤 这个 这个很简单 其实 这个案子 你只要把东西 公布出来了 你就 放在阳光下 就一点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不是 然后就是 因为掩盖 掩盖是说明 你有问题的 你就想掩盖 你自己 绝对是有问题的 太严格 你跟徐志勇 他们有过讨论吗 为什么他们这样 机遇的 在 就像你 也能明显看到 大量证据 缺失的情况下 他们为什么会 做出这个结论 我觉得他这个 做结论太参促了 第二个就是说 我那天在 乐清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要回北京 我本来建议 给他交流一下 他赶回北京 到晚上就出现了 你们 你们的乐清 有过交流吗 没有 我打电话 本来想 想碰面一下 想跟他交流一下 他所了解的东西 然后跟我